奶油火筋面要比正常的火筋面面饼好像要少一点 两口就没了 哇 还爽了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果 很久很久没有吃火筋面了对不对 今天我煮的是两包火筋面 奶油的 芝士的 都是属于甜版的火筋面 然后我还煎了一盒午餐肉 两个鸡蛋 真异常的完美 看得太棒了 有没有 火筋面就得配这种糖心蛋 吃不了辣的朋友们就可以这样做 这面再不吃要坨了 奶油我的火筋面真的很好吃 对于我来说吃起来就跟甜品一样 很柔很柔 然后再把这个鸡蛋的蛋黄包裹上去 本来它就已经属于那种面当当的口感了 到底要好吃 这是我今天煎的午餐肉 直接蘸吧 还有点烫 刚煎起来的 把它放上去吃 完美 这个葱都比这个面要辣得多 奶油火筋面要比正常的火筋面面饼好像要少一点 两口就没了 哇 还爽了 哇 还爽了 这些味儿还是比较重的 果筋面出了好多钟口味大家也没有算过 你们最喜欢的火筋面厨肉是那个 我觉得二倍辣对我来说是刚刚好的 三倍辣就吃不消 一倍辣吗 感觉没味道 最近艾尔树葱了 方便 嚼着大蒜我实在是太懒得包了 你们那下雪了没有 都说成都下雪了 成都海山地区下的吗 我怎么这边一点感觉都没有 嗯 一直待在家里 外面什么样的我也不知道 但是应该是挺冷的 最近空调 从早开到晚 就特别冷 大家出门一定要戴好口罩 穿暖和一点 小小小十个月 小小十个月 我讲精彩我刚刚哼的是什么歌 我讲精彩我刚刚哼的是什么歌 那么这期视频就到此结束了 我们也是要好好吃饭 好好生活 因为只有好好吃饭 才能够好好长头发 喜欢小鬼 一定要给我点个赞 加评论 爱你摸摸大